燕燕,你看小雪的爸爸在外地 都没有人给他买芭比娃娃 把你的娃娃送给他好吗 妈妈 我没为什么不把 爸爸送给他呢 燕燕,你有什么优点呀 我的优点 是爱学习 那你的缺点呢 我的第一点是爱学习 妈妈 妈妈 娃娃,昨天晚上你是不是把爸爸的酒拿走了 也没看他 都喝藤蜡药了 还有喝 我就把他的酒 不收了 那他跟你吵架没 爸爸你想想看 要是你把 狗蛋蛋 狗蛋不错 拿毒了 狗人不敌吗 妈妈 我的海龟 是呀 别太难过了 燕燕 咱们把他埋在后院 给他举行个葬礼好吗 然后葬礼结束后 妈妈再去带你吃冰淇淋 再买你想要的那个娃娃 然后再买你那个想要的 宠物狗 好不好 所以你不要太 诶 你的海龟又活了 冻了 我可以等我 是他吗 哈哈哈 燕燕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 对呀 他说今天晚上 要陪你住 你老上跟我说 我先不回来呀 听说 他和那些女的 出书关系 那你的身体不是 我爸就是叫哭 啥 哎呀 除你的水眼 我奶奶不是感冒呀吗 哈哈哈哈 哎呀妈妈 你和爸妈 这结婚呀 对呀 你不知道吗 那你结婚 怎么不带着我呀 没法带你呀 那你呢 在这结婚的时候 你带上我呀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芽芽 你怎么又考这点分 你是不是飘了 最后 是一篇载文 叫人 二十分 你不是 新疗的妈妈 我学的 嘿嘿 不知道怎么写 哈哈哈哈 谢谢你 芽芽 爸爸这儿有两张 换你一下好不好 谢谢 爸爸 你说两张补叫 我就给你 反正现在也没人 我都知道一百 比眼快多 我能不知道吗 哈哈哈哈 妈妈 你以前是不是说过 相信有两句气宝 还不需要 对呀宝贝 昨天你不大的时候 我听爸爸叫 人家的宝宝 进去 他啥时候飞呀 明天早晨宝贝 哈哈哈哈哈哈 妈妈我会砍价呀 告诉妈妈你是怎么做的 今天我去买 做报纸 说报纸的时候 气忙一点 我说 哎呀 太厉害了 鲜毛 他说鲜毛 就鲜毛吧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